9月初给妈妈买了衣服想过来参加我婚礼 但是因为老家是北方的嘛 所以准备的衣服点厚 然后妈妈是6号到了杭州 9月6号到了杭州 就说陪妈妈在实体店逛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赶上全部都是秋上新嘛 然后上新的东西也是秋冬装也比较厚 然后最后就选择在网上买 小刘在天猫麦斯伊莎旗舰店买了一条红色连衣裙 9月8号下单 223块钱 因为婚礼9月11号举办 下单之前小刘跟客服说 比较急 客服回会备注 9月11号婚礼当天 小刘询问为什么还没到 客服回会问快递不是我控制的 这个道理知道吗 后来还说不讲理没得了 我说那真的是 你这种态度这么差 肯定是我要给你差评了 然后呢当时卖家也是就 就跟我说什么 跟我说话很累 然后呢什么让我去反思 人们不跟我扯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跟我联系了 到了13号 这个衣服还没有到 然后我就联系了运达快递 11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卖家发起了撤回 物流显示9月9号杭州潇山区发货 方向是杭州主城区 但9月17号包裹又回到了杭州潇山区 小刘也问过快递人员 对方发来了截图 是发建人发起了退回拦截诉求 小刘说商家没有告知 就私自拦截了快递 让他很不舒服 到现在衣服没收到 钱也没退回来 我现在申请了退款 然后我想呢 既然投诉也不成立 我就退款吧 然后呢 退款也没有下吻了 也没有退 然后现在就是平台自动 就是交易成功了 天猫上这家店铺的工商资质 企业名称是杭州福道乐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记者联系上了负责人张经理 张经理表示 他在外地 退款的事情会马上办理 至于拦截快递 以及小刘跟客服的沟通内容 要调查后才能答复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